6月26日 梁烈维出席电台访问 谈到最近与狗云慧在内地拍片 有传狗云慧对韦维狂放电 对此韦维表示 不知道为何会有两人绯闻的报道出现 不过狗云慧自从和郭富城传出绯闻之后 出席不少代言荷包满满 深情也越发大只 还传出被合作多年的寿生公司 剔除代言 对此韦维则不认为狗姑娘 有突然变胖的感觉 并直言对方很注重身材的保养 我也没有特别地去流逝这些东西 但是她就真的是很努力地去 也有问我一些 我也有教她了 还有我也有教我的 转了去跟她说一些 Kickfeet的悲屈了 韦维近来除了拍摄电视剧《飞虎2》 把深情练得越加有形之外 也参加无限最新的歌唱节目《新梦传奇》 虽然为开播评审团吵架 即狠批上台艺人以闹得沸沸扬扬 韦维甚至在台上被导师吴起贤大骂 对此韦维表示尊重导师意见 也深感受教 觉得平常演戏很少有机会能上台唱歌 目前就是好好地享受这一过程 中国人有一句话就叫 明思出沟通 明思出沟通 我觉得每一个人也有他知识的character 我们不应该用知识心理的标准去评别人 你知道吗 总之品神老师说的话 就是给我们的意见 我们听了以后 就去练习 去改进 那就会有进步了 我觉得就是继续努力吧 此外 维维表示一直在考虑结婚的事情 毕竟结婚将改变自己很多 她也自信自己将来会是个称职的老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